2月16 時尚溫 回來帶您關心 收假日的天氣 還有明天開始開工 大家衣服應該要怎麼穿 今天受到東北季風 還有南方水氣的影響 所以其實北台灣 東台灣都有降雨 來聽氣象局的最新說明 其他地方受到南方雨氣 影響的關係 所以各地都還是 有一點點降雨的機會 這個南方雨氣到了明天 就會很顯著的趨緩了 剩下陰風面 有持續的降雨 這個天氣 我們再看看 現在的這個衛星雲土 可以看到我們台灣 在今天各地的雲量 都是相當多的 主要是受到這個 雲風沒有東北風影響 所以在北部東半部 雲量一直都是偏多的 今天可以看到 受到這個南方上來的 一個水氣影響 所以從西南方上來的這個雲系 覆蓋了整個台灣地區 所以在這個高山 或者是中南部平地 今天也是一個多雲的一個情況 有時候中南部地區 也會有一些零星的漂雲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兩回撥圖 可以看到這個有顏色在重的地方 都是有降雨回撥通過的一個地方 所以除了在 雲風面的這些地方以外 可以看到在台南以北 一直都是有這個 會降水的回撥通過的 所以從一直到 今天的清晨到現在 這些西半部地區 也有很多地方 也是零零星星的在漂著雨 這個情況會維持 今天一整天的白天 明天這個降雨就會 中南部這邊的降雨 就會開始慢慢的減緩了 所以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天氣可以看到 全台灣都是有發生降雨的一個可能 所以大家今天千萬都要帶雨去備用 降雨方面 最多的部分還是集中在 迎風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宜蘭跟花蓮這些地方 都是比較有明顯持續的雨勢 而且會有大雨發生的一個機會 在這個苗栗南一直到高平地區 因為受到中層的水汽通過 所以都還是會有零零星星的一些降雨的 這些地方雖然雨勢沒有很大 但是也就是會影響到 我們外出的一個行程 所以這個地方大家也要多注意 溫度方面可以看到 其實全台灣各地的地溫 都是差不多都是在16到17度左右 所以早晚都還是偏涼的 今天可以注意到是在各地的高溫 其實差異也不大 南部的高溫 也是比北部高了一點點而已 北部的高溫大概是21度左右 中南部的高溫也只有是23度 這個主要是因為雲量偏多的影響 所以今天台灣各地的太陽加熱 都不是很明顯的 所以在整個高低溫來說 今天大致上來說都是比較偏涼的 今天可以看到在彭吉馬 也是相當不太猶豫的一個天氣 所以在高低溫方面 也是相當偏涼的一個天氣 而且也是整天猶豫的一個可能 未來一週的天氣可以看到 明天南方雲氣雖然會持續的影響 但是整體來說比今天少很多了 所以除了陰峰面 有持續的這個陰峰降雨外 南方雲氣的影響 只剩下在這個西半部的山區 可能在高山 有中層的水汽通過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雨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點還是要特別注意 但是在明天的中南部地區 雨勢就會開始趨緩下來 然後轉成一個多雲道勤的一個天氣形態 明天可以看到 在禮拜四 四號到六號 也就是說禮拜三到禮拜五 這個南方雲氣的影響就已經沒有了 剩下陰峰面的北部跟東漫部 像是在陶雲北跟宜花東地區 可能還是會一些些 陰峰降雨的一個可能 但是從三四五這幾天來說 西半中南部的這個天氣來說 明顯是比較轉好的 是一個情道多雲的一個天氣形態 7號到8號水氣再進一步的減少 所以只剩下花東地區 可能會有一些些零星星的降雨 大部分地區都是一個情道多雲 還滿不錯的一個天氣 溫度的部分 可以注意到 未來一座溫度可以看到 其實變化沒有說非常的大 北部的溫度大致上 都是在15到18度上下左右 這樣子一個來回的這個變化 所以比較都是一個偏涼的天氣 雖然在禮拜二 禮拜三 可能溫度會稍低一點點 但是也不會特別低 另外一波 溫度稍微低一點點的時間點 是在禮拜六 禮拜天 因為禮拜六 禮拜天 會有另外一波冷空氣下來 所以禮拜六 禮拜天 北部地區的溫度 大概也是在18度到 15度到17度左右 溫度會下降一點點 但是整體來說 只是稍微涼一點點而已 不會像之前 到含牛那樣子的一個程度 中南部可以注意到 中南部的溫度 日夜溫差是比較明顯的 因為在中南部 也大致上都是17度左右的一個 早晚低溫 然後白天的溫度 大致上都可以回到20度以上 所以中南部地區 白天都是比較溫暖的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這兩天天氣是比較適量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 然後外出要攜帶雨具備用 因為是陶淵北 東半部降雨機率還是比較高的 今天各地 其他地區都是偶有漂雨的一個情形 最近我們台灣陰海的風 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大家在海邊活動 還有海上作業 也是要注意安全 這一節是最新的天氣說明 好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尤其北台灣 東台灣出門 記得雨具把它帶著 再來我們要帶您關心的是 國際話題 也就是目前烏俄的戰況 俄羅斯除了在耶誕節 甚至在跨年跟新年元旦期間 都對烏克蘭發動空襲 至少造成了四人死亡 還有數十人受傷 最新的狀況要連線給我們 國際組的記者 欣宜 好 主播觀眾 沒有錯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俄武戰爭到現在 已經算是進入第十一個月了 不過就在跨年到新年的期間 俄羅斯還是持續的 對烏克蘭進行空襲 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基輔市 還有其他地區 俄羅斯是再次又出動 包括無人機 還有飛彈等等 對這些城市進行空襲 而且造成了至少四人死亡 還有多人受傷的慘劇 我們其實看到它這一次的攻擊 是從跨年的當天 甚至延續到了2023年的第一天 就是元旦當天 但根據俄羅斯國防部 他們就表示說 這一次的攻擊 其實主要是瞄準 烏克蘭的軍事 以及工業的複合體設施 這些設施主要是包括了 無人機的生產 以及存放無人機的空間 還有無人機起飛的地點等等 都是遭到攻擊的 是希望透過這次的攻擊 能夠阻擋烏克蘭之後 可能會反擊俄羅斯的 一些軍事的軌跡 我們也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國防部也回應說 的確從跨年夜當天到元旦 是擊落了多達45架的無人機 而且都是伊朗製的 見證者無人機 所以還有烏克蘭的警察 他就在他個人的社群網站上面 發布一張照片 是他擊落無人機的照片 可以看到無人機上面 是用俄文寫著新年快樂 也就是說俄軍的行徑 其實是相當的大膽 就直接飛過來 然後就送你這個新年快樂 祝賀新年快樂的字眼 也讓這些烏克蘭人 他們是表示說 這個再次痛批俄軍說 其實他們就是恐怖主義的國家 才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而且是選在這個跨年 到新年的當天 再一次對烏克蘭進行攻擊 以上主 好 再來我們要請教信仪 這兩年來 其實不斷都有傳聞說 俄羅斯總統普欽 他的身體狀況不太好 而這兩天丹麥媒體 他們也報導 說普欽長期受疼痛之苦 傳出他正在服用激素 治療甲狀腺癌嗎 那這個藥會不會有一些副作用 對他有什麼影響呢 請教信仪 好 沒有錯 我們持續帶大家看到 就是這個普欽 俄羅斯總統普欽 他的身體狀況 其實一直都是外界 大家非常關心的話題 現在根據丹麥的媒體 貝林時報 他們就披露說 他們是根據丹麥的軍情局 專門負責俄羅斯小組的 分析負責人 他就指出說 其實普欽在2022年2月的時候 也就是開戰的期間 他是一直在服用藥物 而且激素是用來治療甲狀腺癌的 但是這個治療 可能是影響了他的心智 甚至是影響他做出一些決策 才會讓大家認為說 他會做出這個 包括要開戰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根據這個報導指出 說這個爆料的官員 他的匿名的名稱是叫做乔金 他就說 其實普欽是一直有在使用 服用包括治療甲狀腺癌的藥物 可是這個藥物 很可能會讓他出現一些 包括自大 還有狂妄的想法 也就是說 會做出一些跟平常 可能比較反常的一些作為 所以另外大家也說 這也導致普欽 在去年年初的時候 就被大家拍到說 他其實有月亮臉的情形 很可能就是因為服用 治療甲狀腺癌的藥物 不過現在 大家一直在猜測說 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普欽的健康狀況 一直是比較屬於迷提的部分 因為在4月的時候 普欽曾經被拍到 他有坐著的時候 手是一直不停的抓著桌子 神情看起來非常奇怪 另外在10月的時候 普欽也被媒體拍到說 他的手背上疑似有注射藥物的痕跡 因此大家都不停的猜測 他到底是生了什麼病 或者是甚至是不是患了絕症等等的 甚至有俄羅斯的官員 跳出來就說 其實普欽的身體狀況 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因為他長期 在服用一些藥物 這些藥物是用來緩解 跟抑制疼痛 才會使用這些藥物 那不管究竟普欽的健康狀況如何 或者是就是上翻賣媒體報導的 他其實一直在治療 假裝腺癌出現 這個自大狂妄的副作用等等的 那其實可以看到說 目前這些猜測 都是沒有明確的證據來指示的 那其實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專家 就指出說 大家到底要不要繼續關注 普欽的健康狀況 還是其實有更重要的事情 值得我們來關注 以上是為您講話的最新消息 將時間盡頭交換朋友 好 也感謝信儀為我們帶來詳細的分析 我們會持續追蹤 而全球這兩天 都在喚慶新年的同時 烏克蘭東部的戰線 仍舊激戰不斷 對他們來說 這煙火聲恐怕只會以為 是恐懼的砲擊聲響 除了剛剛信儀的分析 其實烏二雙方這兩天也有好事 就是他們再度協商要換球 預估將交換超過200名戰俘 一百三十名烏克蘭戰俘 做夢都沒想到竟然能返鄉 跟家人團圓化年 再次呼吸自由的空氣 疲憊的臉上逐漸出現 如是重伏的笑容 2023新年前信 烏二雙方再度達成換球協議 一百三十名烏克蘭戰俘 交換82名被擄獲的俄軍 能回家團圓感覺真好 只是這些獲釋戰俘的狼狽模樣 跟大後方歌舞升平 有著強烈對比 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南部軍區司令部 跟一幫官兵吹著暖氣 舉杯跨年 俄羅斯國防部長肖伊古也說 回首2022是俄軍勝利豐收的一年 他們一定能獲得最終勝利 俄軍的地面部隊把破擊炮 當成跨年煙火來釋放 不給烏冬前線的烏军 有任何喘息的機會 烏冬也發射多管火箭回敬 烏冬前線基站沒有假期 商兵不斷被送到野戰意願 戰況有多緊張 可想而知 烏军誓言不讓俄軍夺下巴赫姆特 他們在戰壕中許下新年願望 那就是烏克蘭贏得最終勝利 其實全球現在都希望 烏俄戰爭能夠在今年趕快結束 現在在我們線上的是 中華亞太安全治理學會的 廖廷威博士 博士您好 我們就要請教博士了 剛剛提到烏克蘭的國防部 情報總局局長 他現在說 俄國很可能再進行新一波的 動員徵兵行動 而且這計劃很快 可能1月5號就會開始 如果說屬實的話 博士請教您 俄羅斯會不會扭轉現在的戰況 那今年到底有沒有機會 可以看到烏俄戰爭緩解呢 俄羅斯的確是種作頻頻 這個跟我們先前所預期的如出一側 在聖誕夜跟跨年其實都不平靜 我們可以看就是 他不斷的用飛彈攻擊烏克蘭 並且俄羅斯也宣誓了 那麼烏克蘭也證實了 俄羅斯會有破軍的行動 那這個破軍包括俄羅斯的戰鬥部隊 跟這個非戰鬥部隊 那麼據稱他的戰鬥部隊 會擴增這個13萬7千人 達到這個150萬人之譜 那麼如果加上非戰鬥部隊 大概65萬人的話 所以他的總數 可能會增加到204萬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志願意跟義務意同步的擴增 不過這還是要實際要 回覆到他派軍到烏克蘭前線的實際人數而定 因為根據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伊古他所說 他說這個是為了俄羅斯的整體安全著想 所以聽起來像是要衝淡這個俄羅斯戰爭的色彩 也就是他們這個擴軍的正當性 所以普新簽署的這個總統令 當然我們猜測他的這個用意是在一則宣誓 俄羅斯還有這個動員的能力 另外就是埋下這個戰爭升級的伏筆 因為打了一年 我想戰爭打得越久 各方都會失去耐心 當然也考驗這個雙方整體動員的能量 不過結束2022年進入2023年看起來 我覺得在2023年的初期 可能還看不到這個戰爭的終點 那麼至於是不是會在上半年進入這個 實質地面戰的階段 我想也可能還不至於 是 感謝博士我們帶來相關的分析 不過也要請教博士 因為除了烏厄戰爭 現在其實大家一方面也擔心亞洲 因為北韓在12月31號的時候 首度高調展示了一款口徑達600公里 號稱能發短程彈道飛彈與戰術核武的 超大型多管火箭炮 甚至他們還要求要加倍生產 戰術核武跟核彈頭 博士您怎麼看 北韓逐漸升溫的核武威脅呢 是的 就像主播所說的 東歐戰場正在持續 那麼在東北亞這裡也不平靜 所以北韓的金正恩的政權 他們在12月31號就對外展示了 就是在螢幕上我們看到的 這一個可以搭載6管 6管的所謂的這個超大型的 600公里的這種所謂的火箭炮 那麼為什麼會特別引起外界注意呢 因為它的口徑 比目前使用在這個烏克蘭戰場 就美國交付烏克蘭使用的海馬斯火箭系統的 227公里要寬大許多 那麼而且這個金正恩同時也宣示 他說他在2023年要加強 北韓永和跟這個核測試的能力 那這個當然就是針對這個南韓而言 不過我們還是要把這個格局放大來看 因為雖然他在12月31號跟在昨天1月1號 就針對朝鮮半島東部的海域都有發射導彈 不過很顯然北韓的這個企圖 跟他的野心不僅僅於此 因為過去美國希望藉著六方會談 來約制這個北韓核測試的這個野心 並沒有具體的成果 那麼現在所謂的四方對話 CREM 美日英 想要促成這個印太地區的一些穩定 或者是約制北韓的野心 看起來成效也還沒有顯現 所以真的進入2023年 我們可以講說這個東歐的這個 俄武戰爭還沒有結束 那麼我們不要忘記在世界各地 在這個以色列跟伊朗之間 在塞爾維亞跟科索沃 在朝鮮半島兩韓之間 甚至在這個南亞的印巴之間 都是這個擁有這個核武威脅 或者是區域爭端的高風險的地區 當然也包括這個在印太的東海南海 甚至兩岸之間 所以進入2023年很可能是一個 到處煽風點火危機處處的一年 所以我們要密切注意這個情勢的發展 當然也許在這個博弈理論裡面所講 各方都在衝撞或者是豪賭的心態的話 那麼各方可能都會有所失 或者是也都在利益的精密的算計的當中 但是如果說這個戰爭升級或者產生戰爭轉移的話 我覺得對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區塊或者地區都不會是好事 所以2023年的確是一個非常充滿危機的一年 好 就如博士所說 包含現在東歐的戰爭 其實目前烏俄戰爭已經對歐洲 冬季寒冬帶來很大的影響了 那現在也擔心說亞洲像是兩韓 還有甚至是我們台海 感謝博士用我們帶來詳細的分析 謝謝明瑞主播